新竹游一名病往西施 在这个月的二号晚间 十一点多久后 开车行经新风乡 要返回市区的时候 一次是不胜酒力打瞌睡 先失控地冲撞到了 对象的一名骑机车的骑士 再连续地撞毁多辆 放在路旁的骑机车 由于这个冲撞力道 实在是太过于猛烈了 担任工程师的骑士 当场被撞飞 伤重不止 今天续气画面 这辆白色轿车 速度飞快 往对象车道冲撞 一位机车骑士闪避不及 当场被撞飞 众摔倒地 还有多辆停放在路旁的汽机车 也被波及 招式的白色轿车 直到撞到了电线杆 才停下来 这起冲撞车祸 骑士被撞飞以后伤重不治 招式的女驾驶 也因为撞到了电线杆 一度受困车内 警销到场出动了破坏器材 把女驾驶拉出来送一急救 现场驾驶意识不轻 有些微受困在驾驶座的情形 事发后隔天回到了车祸现场 地上有明显的车痕 而造势的白色轿车 几乎撞成了一堆废铁 警方调查 女驾驶有酒精的反应 酒测值超标 将朝向过失自死罪嫌 以及公共危险罪嫌方向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